我是勞動局副局長李賢翔 因為局長臨時有事情 所以只拜我來跟大家來做一個檢查 副理事長還有我們今天也為了我們陶組苗分組的代表 我們還有其他我們本府各局出的一個各單位的一個代表 那最重要是今天也為了各位的勞工朋友夥伴 那首先要跟大家來聲明一下 剛剛我們理事長也大概談了一下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責務旁貸 一定會跟老公站在一起 那在這之前我們跟公會密切的聯繫 密切的聯張 我可以過要把證我們跟公會是完全是站在一起 為大家爭取應該有的權利 以下主持人跟大家來做說明一下 那法院公司在跟法院申請被駁回之後 就是申請重診看報被駁回之後 在8月份的薪水好像 8月份好像就是電費講到不足被接到電源 那導致生產現成的停頓 那9月11號薪資發給不足 所以我們隔天也馬上去做一個渡草的一個調查跟勞動檢查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桃園市總工會的理理事長 其實只要事情發生之後呢 我們勞動局在整個大量解剖這個部分 我們有非常嚴密的一個SOP流程 包含我們就業服務處 勞事關係科 勞動條件科 勞檢處 都會 立即的前往公司做進一步的一個查證跟確認 我們為什麼這樣做 主要還是要保護勞工的相關的權利 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剛剛理事長也提了 我們這邊不可能會放任所有的勞工不管 我們也不可能會放任公司自由的操控 所以我們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會跟我們四種工會 特別是我們跟工會 都一直的前往跟公司來做各方面的協商 包含剛剛理事長也提到的 我們還結合了勞動部 我們桃園的一個勞保局等等 在各方面來考量我們所有的權益 怎麼樣讓公司能夠自仇資金 怎麼樣讓公司儘快的舉付 應該給我們所有的權益 這點我們一直在努力 那希望有所突破 那這段時間 我們經常的接到我們老公朋友們 來電也好 陳情也好 社會經驗也好 多問了很多資金相關的一個權益 比較多的是公司有沒有提大量解雇計畫書 這點是目前為止確定是沒有的 那剛剛理事長也稍微提了一下 公司提大量解雇計畫書來這邊 我們要求的是要相關完整的 怎麼樣的程序 怎麼樣的流程 勞工權益有沒有縮存 勞工會同意等等 這些我們都要求的 不可能公司提大我們就會同意 我們一定會做很盛密的檢查 一個人審查 這部分目前公司是確實 沒有提大量解雇計畫書 第二個會問的是 有沒有可能我們提炸 跟公司來終止的套契約 我們的勞動權益又是如何 說我們今天跟10月8號上午9點半 在同一個地方 我們辦兩場的權益說明會 希望對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能夠有一點注意 那同時你看我們的排表留言 在事業起庫部分 我們請就業服務處 在職業訓練 我們請勞動部 勞發署的陶書苗分署 我們在勞動法律部分 請勞動條件科 我們勞保起庫 我們請勞工保險局 投影辦事處 那勞治這一條線 我們請勞治官司各位 同時 我們在勞動權益的保全程序部分 我們特別請陳素仁、陳律師 等一下會到現場來 親自來跟大家說明 怎麼樣保全你的程序 怎麼樣去維護你的權益 最後呢 我要非常再次的謝謝 你們四種公會 特別是我們華營企業公會的 書籍事長跟公會的幹部們 跟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打兵 一起為爭取勞工權益 做一期的努力 我希望 我們大家團體一次 替自己替未來 來爭取應該的權益 這點我們一定會站在這邊 我們一定會站在討論這邊 為大家爭取應該的權益 謝謝大家 也祝大家